针结排放之烟之雪呢 日前正在上海紧张的拍摄 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 也给大家带来相关的片场的消息 那最近呢这个烟之雪的拍摄 已经接近尾声 那我们呢又再次来到这个剧组 看到了是范冰冰跟刘雪华之间的对手戏 围绕七个女人展开的 针结排放之烟之雪 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女性题材大戏 尽管余小伟扮演的孤少棠 霍建华扮演的夏云开 都有不少的戏份 但是在这部戏当中 也只是充当绿叶而已 由于刘雪华同时还在 横店影视基地赶拍云阳 因此范冰冰和刘雪华之间的对手戏 也是趁着近期这段凉爽的时间 抓紧拍摄当中 此前一直有关于刘雪华 是范冰冰的伯乐这一说法 这次我们也是从两位当事 能口中得到了证实 原来当初范冰冰 能够在环珠格格当中扮演金锁 这是源自刘雪华的推荐 那个时候刘雪华姐是女主角 然后我是被学校借出来的 接出来然后演完了三天戏 回去了以后 她那天就 我就坐在那个楼梯口在演戏 然后就听到雪华姐突然叫一声 哎呀哪来了一个古装的人 跑到现代来 那个时候头发很长 学校里又胖胖的 然后土土的 她跟我要了照片 留了下来 然后她就说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群瑶 我就回了学校继续上学 然后突然有一天 有一个这个BBC的讯息来说 这个群瑶的一个新的戏 叫环珠格格 我们是从刘雪华 小姐那里拿到你的照片的 我们想找你来 去主见一下面可以吗 从当初的金所一路走来 范冰冰经过自己的努力 已经在国内的演艺圈内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 而对于刘雪华 冰冰一直抱着感恩的心态 相反刘雪华则显得相当的淡然 就是这么一句话而已 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她把她太严重 没有那么严重 十年前的缘分 也让她俩在这次 烟枝雪合作的对手戏当中 更加的合拍 目前该剧预计在本月底杀金 年底有望在电视影评上 与观众朋友们见面 大众在线 张颖永辉 上海报道 我们在关注玩范冰冰的 烟枝雪的片场消息之后 再来看看李小璐